你都經常跟我們說 看新股當然是看它的供求關係 我們看看叮噹 上市單一招股價12元 公開部分沒有觸發回撥 但看它的國際配售部分 其實啟動了超偶配股權 是否代表著又是一隻大戶主導的新股呢 看它上市的招股情況 應該怎樣去分析呢 這隻股份公開發售的部分 銷情就不算是很強 但是就會見到一手的中籤率 大概只有12% 似乎傾向上來說 未必希望給一些財力較小的散戶 去佔股份比較多 這個都會對於股價表現來說 有一個靠穩的幫助 另外一個方面去看的時候 就是剛才說到那個回撥 就是基本上這個銷情 都不算是非常理想的情況之下 但是在那個一個的招股結果 已經是表示是會用了那個回撥鏡額的時候 而且是用了那個鏡額 變成某程度上都會令到大戶的持貨量是會提升了 公開發售的部分 這個月早的申請就只有8個人 全部都是認購金額是超過500萬 才是這個月早的申請 變成一個財力方圓比較大的時候 傾向上有機會都是一些的大戶來去持貨 另外一個方面會看的時候 其實就有17名的比較大的持貨者 已經扣了那些機實承認者 你相對上去計算出來的時候 月早申請加上這17個人 就是25個人 持貨的股份就差不多去到1200萬股 而那個街貨量就大概是1300萬股 佔那個比例就去到8成7 一般高於8成的時候 都算是一個的街貨分佈是高度集中的座波 所以這隻的股份正常來說 就是今天看到的股價靠穩 可能都是因為這個歸邊的原因 這個關係會比較大一點 好 歸邊可能令到它因為這樣 而守得住那個招股價的水平 但是再長遠一點 你買了一隻股份 當然是看它有潛力升值的空間 在放完歸邊的情況之下 又是否代表著它可以升呢 或者你看到投資者方面 有貨沒有貨的部署又應該是怎樣呢 一般來說是一些靠穩的狀況 起碼IPO的投資者來說 就先不用蝕錢了 傾向上來說 可能因為近來市況都是比較上反倒一點 如果拿著這隻股份 可能譬如在頭兩個星期 看到股價表現 都是有一個上揚的狀況 譬如令到那個帳幣回報率 去10%至15%這些位置 其實都可以考慮稍為止一會 當然你說沒有貨的朋友 又考慮去入市的時候 就去考慮 可能那個持股期有機會是一個月或以上 如果有這個心理準備 而又看到股價 擦邊可能就給個上市價 12分稍微低一點 譬如是11到11個半之間這些位置 去考慮吸收也都是無法的 好 這個就是今天上市的叮噹 再看看上日方面 開始招股的有一個素科集團 它沒有明星保證人 它保證人就是創新融資 那會不會給人感覺 信心又不太夠呢 這隻股份 股權的分佈 就留意到是比較上集中 上市之前的時候 就是單一股東股 本期大概是 加著那個股份 就有5億股的 不過按著那個IPO的安排的時候 其中有3千多萬股 就會撥了進去揭招股規模 成為那個銷售的股份 另外發行新股1億2千5百萬股 如果你說從招股規模 去計算出來的時候 就大概是1億5千多萬股 就比我們常見的1億股以下的 那個數值就是比較上高一些 所以暫時去看這個時候 那個街貨量是比較上是多了少少的 就會對股價的一個表現來說 可能就會有一些影響在那裡 至於基石投資者 其實去看的時候 就有5名的投資者在那裡 不過這5名的投資者 背景可能未必直接去考慮 反而可以留意一下 他們用那個資本來講 最大那兩名的基石投資者 其實都是用1千萬的金額去做 所以似乎就是用這個認透的金額 未必對那個招股價 大家認為那個吸引度是很高的 另外一個方面 就5個投資者加起來的時候 佔那個的招股規模 都是只有25%的 那就到不到一些比較明星的股份 40%以上 所以這個都會令吸引度會比較差一點 所以這隻股份來講 始終是那個破法的風險 大家都要去考慮一下 如果是這樣的話 是不是都未必真的抽得過呢 或者那個策略應該怎麼做呢 是不是等它上市之後再看呢 我覺得比較穩陣一些 等它上了市就看定一些 那個股價都是靠穩壓 另外一個方面 也都留意招股結果的時候 確認有類似叮噹那個類型 是那個街貨分佈比較集中的時候 才考慮入市會比較適合了 詞整理詞